包容性让大金砖合作生机勃勃 环球时报社评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于6月10日至11日 在俄罗斯诺夫哥罗德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赴俄出席 应邀赴会的除了金砖十国外长 还有上河组织东盟等的轮值主席国 以及非洲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的代表 在极右翼力量冲击欧洲政坛 巴以冲突分裂世界认知的今天 一个盘子更大了的金砖 却保持着团结和勃勃生机 这种稳定性令世界瞩目 今年1月沙特 埃及 阿联酋 伊朗和爱塞俄比亚 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金砖机制发展迎来里程碑 而金砖大家庭的扩原仍处于进行时 目前有意愿或正式提出 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达数十个之多 土耳其外长费丹 6月3日访华时表示 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 5月底泰国政府批准了申请加入金砖机制的 异象输草案 外界对这两国的北约成员国 及东盟国家身份抱以极大兴趣 这不仅拓宽了金砖大家庭覆盖面的想象空间 也释放出大金砖合作独特的包容性信号 事实上金砖机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精神 从一开始就将不吝起炉灶 不搞阵营对抗 不想取代谁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无论在扩原前还是扩原后都没有变 发展中国家大心眼里认同金砖精神 认可金砖合作机制 尼加拉瓜总统顾问劳雷亚诺 奥尔特加将金砖国家比喻为一个伟大的家庭 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对国际社会来说 这不仅意味着经贸金融领域的更多良性合作 为全球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更多动力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如此规模的人口将有望得到 正当合理的话语权 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题中之意 说来也巧 本周6月13日至15日 七国集团G7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 但会议尚未开始 强推单边制裁 挑动阵营对抗的议程已被媒体曝光 据报道 预计G7除了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继续拉偏价 还将污蔑中方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 由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组成的G7 代表着全球最富有国家群体 如今却常常表现出排他性 针对性的小格局 这种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 动不动就对外挥舞拳头的架势 着实令人反感 也难怪G7的声望和影响力大不如前 与G7不同金砖大家庭提倡的行为模式 不是挥权而是拥抱 在尊重各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建立政治互信 在尊重不同文明历史和发展道路的诚意中 展开人文交流 在平等互利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 拥抱经济和金融合作 金砖机制本身是一种开放性的制度安排 不是非有极敌的阵营 也从不搞对抗 这样的包容性安排 令成员国没有选边站队的压力 在吸引众多新兴国家的同时 金砖机制的平台也并不排斥发达国家 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欢迎发达国家加入 在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展现出自信 不再愿意只是被动的作为全球体系的参与者之时 大金砖合作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呼声 今年金砖合作的工作重点包括13项政治和安全合作 17项经贸金融合作和10项人文合作 其中务实合作是关键词 大金砖包容开放的合作内容既深且广 目前金砖10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 世界人口的45% 石油产量和储存量占到全球能源格局的约40% 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G7 金砖国家理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诸如全球贸易结算体系 高新科技产业等亦产生发达国家垄断的领域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应当被听到 今后一个拥有更多成员和合作伙伴的大金砖平台 将成为一个多极化力量中心 致力于共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 让人类社会的未来更加美好 朝着这个方向稳稳前进的金砖 同路人也必将越来越多